我曾經看過一些父母救子女的新聞報道 走遲有小孩衝出馬路 她媽媽竟然連命都不顧 立刻衝出去抱緊兒子 有聽過有個小孩被車撞到捲入車底 她爸爸竟然可以憑雙手的力量 托起車, 再救小孩出來 父母對我們關愛不但無微不至 遇到我們有事的時候 他們更加奮不顧身, 甘願作出犧牲 所以父母的愛真的很偉大 32歲的軒在意外之前是一個警務人員 事犯在2001年, 他在休班期間 遇到交通意外, 令老婆受創 直至2003年, 他才可以從醫院離開 回家休息 他一直處於植物人的狀態 需要長期臥床或坐輪椅 同時都是大小便失禁 就算方便, 他需要用一個備胃管 將流質的食物直接輸入身體 雖然他沒有明顯意識 但對於聲音、光線或身體接觸 都有輕微的反應 阿軒和家人是住在西貢的村屋 他爸爸是一個退休的警務人員 至於媽媽是一個家庭主婦 這八年來, 照過阿軒的起居飲食 就由他爸爸媽媽一力承擔 雖然阿軒一直未恢復意識 但他爸爸媽媽就相信 只要有信念, 一定會有奇蹟的出現 他們除了會帶阿軒去接受核理治療之外 更加會去看中醫, 接受一些中藥治療 而他媽媽更加去學針灸, 幫他越位愛摩 總之不會放過任何一個 可以令阿軒康復的機會 為了不想阿軒經常躺在床上 他爸爸媽媽經常會用輪椅 推去他附近的公園或海邊散步 而他爸爸更加把車輛改裝 方便帶阿軒去參加一些 相見康復者的聚會 讓他多接觸外面的世界 畢竟阿軒是成年人 所以也有差不多體重 要將他抱出抱入, 需要很大的力氣 而他爸爸因為長期用力 而令他的左手患了碗管綜合症 痛楚的範圍, 由肩膊伸延至手指 嚴重的時候更加會失去知覺 而他媽媽的右邊肩膊 也患了肩周炎, 經常會痛 他爸爸媽媽雖然令自己全身勞損 但為了支持兒子 他們一直無怨無悔地支持下去 在這一刻, 阿軒能夠給爸爸媽媽 最大的回報 就是令他們感受到他有意識和開心 阿軒, 你爸爸媽媽那麼支持你 你也一定要努力繼續支持下去 阿軒暫時還在等機會 去報答他的父母, 但是我們呢? 我們的父母 從我們出生的一刻開始 已經無條件, 無怨無悔地 關心和愛護我們一生一世 反過來想, 我們對他們的付出 又有多少呢? 其實不一定要等到父親節 或母親節才可以報答他們 表達心意 平時我們多抽點時間陪他們 聊聊天, 逛逛街 他們已經很開心了 我們一起共勉吧 很多父母, 尤其是在女兒出嫁的時候 真的很捨不得 甚至會哭出來 但有多少子女真正明白父母在想什麼呢? 盈盈出生於一個小康之家 由於是家中的獨女 父母對她痛惜得不得了 而盈盈亦十分乖巧 自小就不需要父母為她擔心些什麼 下個月, 女兒就出嫁了 婚期越近, 父母越不捨得女兒 尤其是媽媽 每逢想起女兒小時候的點點滴滴 她都會忍不住哭起上來 但是知道女兒得到幸福 內心始終是開心的 這一天, 瑩瑩開始收拾自己房間的東西 搬去新居 她一共收拾了五大箱的行李要搬走 其中包括衣服、護膚品、化妝品 喜歡看的小說 甚至從小抱到大的小毛公仔 她都準備拿走 還有什麼還沒收拾呢? 她決定把房間裡的迷你電視機 都搬走了 一直幫她頂住門的媽媽 看到電視機, 忍不住哭起上來 瑩瑩立刻放下電視機 跑過去安慰媽媽 媽媽, 你幹什麼? 她媽媽說 沒有, 我看著電視機, 忍不住 瑩瑩說, 電視? 你喜歡的, 我留下它給你 她媽媽說不是 沒有, 不是這個意思 我知道, 我只是想起你小時候 我們一起坐在廳裡看電視 還在一邊聊天 後來你長大了 你買了一部迷你電視給自己 放在房間裡 每逢吃完飯 你就回到房間看你自己喜歡看的節目 而我只可以在經過你房間的時候 在門口看著你 現在你要結婚了, 你要搬走了 媽媽以前織給你的頸巾、衣服 還在衣櫃裡 我跟你以前一起畫的畫 還是掛在牆上 你也沒打算過拿走買他們 瑩瑩聽見, 整個人都瘋了 她緊緊抱著媽媽 在她耳邊說對不起, 媽媽對不起 有時候可能是很小的事 但對父母造成很大的傷害 是你不知道的 各位快出嫁的新娘子, 記住了 多抽點時間陪伴爸爸媽媽 結婚之後, 別只顧著二人世界 多點回家吃飯、喝湯 小時候家裡不算有錢 不過每個星期日 爸爸媽媽都會帶我和我姐姐 去酒樓喝茶 吃蝦餃燒賣叉燒包 很開心、很滿足 不過, 後來慢慢發現 為何爸爸媽媽 他們每次都吃得很少的東西 難道他們對喝茶沒興趣 後來大了才發現 其實他們不是對喝茶沒興趣 而是他們只是想省回自己 盡量去滿足我和我姐姐 在我十幾歲的時候 有一次媽媽進了醫院 亦都因為這樣 我無意中發現了 我媽媽是O型血型 但是我是AB血型 究竟O型的媽媽 怎樣才能生到一個 AB血型的BB 這個問題我一直都沒有問到 直到我三十歲那年 我父母親口跟我說 其實我在幾個月長大的時候 他們就抱著我回家 收養了我 當時聽到這個消息 我沒有覺得晴天霹靂 反而還挺平靜 除了一直都有些心理準備之外 我也都經常問自己 是不是親生 難道真的那麼重要嗎 早幾年 我在英國回流回香港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就因為爸爸媽媽年紀都大 而且都患上腦退化症 甚至乎像媽媽那樣 其實連我是誰都不認得 不過我一點都不介意 只要還可以陪到他 那就還可以了 在四月尾 我在社交網站上面 寫了一封公開信給我親生父母 裡面還有一張 我小時候跟養父母 一家四口的合照 內容大概是想告訴親生父母 你們放心 因為養父母代我非常好 當年你們無論什麼原因 丟下了我不管 我沒有生過你們 養父母今年也九十幾歲 希望如果你們看到這個消息 送上你們的祝福 和多謝, 這就足夠了 我很感激我養父母給我的一切 在你們身上 我還學會什麼叫做無私的奉獻 什麼叫做愛 愛不是建基於在這個血緣上面 而是在你的心 能夠在你們身上學會這麼多東西 真是令我一生受勇 爸爸媽媽 你們不用擔心 我長大了 多謝你們教導 多謝